中秋短緣限時好禮1加3 9月假期抓準時機 即雅芬來一連軍一骨飯骨 我們再創家機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稍微停你3個月的時間 挑戰元兔最狂陪你賺到封關 立即加入一點的LIN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來電大專專線 02251 0777 02251 0777 中秋限時優惠 前十名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1檔隱藏翻倍股喔 陳一群分析師 大家午安 大家好 翻面上的觀察 先來請教玉玲老師 親愛好朋友們 今天台積電公布了8月份的營收 攪出了不是非常亮眼的成績 但是我認為這個成績剛剛好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次的台積電 8月份的營收是2508億 形成的月減年增的態勢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這兩天大盤 尤其昨天大盤開低走高 今天的大盤開高走低 台幣都是在扁的 台幣在扁它透露出什麼樣子的訊號 尤其這一次很多人都在猜喔 FED聯準會到底要降1碼還是降2碼 但是我要告訴大家 從台幣的走勢已經告訴我 FED要降1碼還是2碼了 等一下我也要告訴大家 而在台積電公布營收的同時 本週四台積電要開始除息 那多半從台積電的一個除息 過往的一個走勢來看的話 當日秒填息的概率是很高的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F4 除了台積電 除了聯發科 跌升反彈 而且今天的台積電 利手九字投之外 除息之後的台積電該如何走 而不少的投資朋友 看過1.0在東森的盤中直播的連線之後 發現說1.0你F4的掌握真的很神 因為我當時後呢 尤其在上個禮拜 當廣達形成反彈大漲的過程當中 我就在東森的盤中連線說告訴大家 我認為廣達還沒有直穩 那到底廣達直穩的訊號該如何來去做看待 而鴻海接下來該如何來去做操作 這個是針對於F4的部分 我給大家的全面交戰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事先告訴大家的創威 創威今天早盤一度的亮燈攻上漲停板 但是當沖隔日沖真的很重 今天OTC指數呢它是跌破了前低 而創威的創高之後 它能夠帶動哪些CPO的個股形成 帶頭向前衝的走勢 而目前又是8月份營收公布亮眼的時間段 尤其這一波的帶領 8月份的營收是形成了年月雙征 而原相的一個創高的過程裡面 我們如何從8月份的營收去找尋接下來的接棒的焦點 而在這一次你知道嗎 六方科 六方科呢它是一檔車用的標股 它真的被關還在創新高 但是注意一下 因為在關的同時今天在分盤交易還爆了大量 大量的低點就不能夠來去做失守 而車用的東洋胡連能不能夠來去做跟進 而這一波我如何從生活的題材 幫大家去找尋到來意 所以我才會說昨天大盤低開走高 今天大盤開高走低 我是如何操作 我們如何在9月份的行情裡面 幫大家把失去的一次的要回來 一定要特別來去做了解 那特別要去知道的是呢 因為現階段是營收財報的公布亮眼的時間段 尤其這一波的營收原相形成的震盪變高 帶領形成的8月份的年月雙漲 而車用的部分呢指標股就是看六方科 而網通的部分呢以今天的一個創威來當作是領頭羊 那你會說既這些個股之夠 哪些個股可以當作是口袋名單 等到明後天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可以來去做低接的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 如何open 如何解鎖 我會放在Lite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你一定要知道是呢 這一波的創威 昨天一點的東森盤中連線你看了嗎 其實呢如果你昨天有看一點的東森盤中連線 昨天呢像是星通也好 華星光也好是亮燈工上漲停板的 所以我認為在呢華星光大漲之夠 創威他就有接棒的效應 而我當時夠如何針對創威的這一檔標的 第一時間在東森的盤中連線 事先來去告知操作的持路 請你看關鍵精彩的VCR 他是站在所有的軍線之上 今天還試圖攪戰了五日軍線的上方 所以他又是光收發模組的銷售 在最後持續成長的過程當中 毛利率提升的過程裡面 大家要特別去留意到 十日軍線壓懷的好買點 留意到十日軍線壓懷的好買點 親愛的好朋友們 昨天的創威有沒有機會讓你能夠上車 絕對有 因為純威的創威呢 他剛好在十日軍線 五日軍線 來去做震盪徘環 而今天的創威在早盤拉台之際 一度的亮燈工上漲停板 那你會問玉琳 怎麼去找到這樣的標的 因為創威他的細光子 我們從所有的細光子裡面 來去做超級比一比 發現到創威他的毛利率最高 來到了44%以上 而且他又跟國際大廠來去做合作 在受惠於各國力推機間的過程當中 我認為這一檔標的還沒有漲到 所以在昨天第一時間段 從月K線級別的角度 從日K線級別的一個琢磨來告訴大家 他是一個低階進場的機會 而今天的創威直接掃盤亮燈工上漲停板 但是很可惜他只演了上半場的好戲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發現到今天雖然1.0的這個節目 是Live的一個直播 但是我認為今天的創威 當沖隔日沖一定非常多 尤其在11點鐘之後 11點鐘之後創威的掌停板 他就被打開 掌停板被打開 我去看了一下多方量跟空方量 來去做一個相較 很明顯的發現到 今天在掌停板打開之際 空方量是大過於多方量 所以在短線漲多的過程當中 尤其你跟著1.0 在昨天前天來去做低階的人 短線上漲直夠在急漲的過程當中 我要告訴大家的是 當你看到一檔標的急漲 尤其是掌停板打開之際 可以先做價差賺錢入彈 除了這樣子之外 你跟上一點的盤中指令 你可以把創威最好賺的利潤 先放在口袋當中 那除了創威之外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的是 其實這一次的台積電的技術論壇 它帶動了矽光子的個股 形成了接棒的效應 而當時後我最看好的是 股價被低估 而且股價也修正拉回的聯軍 那這一集的一個產業1.0 一定要特別來去看 那還沒有在YT上面 訂閱 按讚 分享的好朋友們 也呼籲大家一定要給1.0 訂閱 按讚 分享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當時候呢 其實從實戰零距離的角度裡面 我們發現到 其實聯軍產業基本面 開始來去做一個轉型的動作 尤其第一季開始油虧轉營 緊接著呢 伴隨著8月初大盤急跌了4700點的同時 它又有壓滑的機會 當時候在百元附近的聯軍 我告訴你季線的關卡 可以跟上1.0買點的佈局 那我也說過 其實聯軍的這一檔標的 我們如果從它的產業佈局的角度來看的話 它是搶攻矽光子跟AI的全部商機 而且從第一季的財報亮眼的表現 油虧轉營 第二季又叫第一季成長 大幅成長五成之上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卡位 我們在第一時間 帶領我們家人來去做進場佈局 但是我也特別告訴大家 這一波的聯軍 我們是有創高先放在口袋當中 你跟上1.0盤中的指令 1.0不會死多頭 我也不會死空頭 我會把最好賺的利潤先放在口袋當中 就像這一波的聯軍 我說過來到了183.5 它形成了正乖離過大的過程當中 短線正乖離過大 你可以跟在1.0的身邊 把最好賺的聯軍先放在口袋裡面 這個也叫做相信看見大賺掌停就是你的 藍合技聯軍之購 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今天1.0要告訴大家 我在找盤 大盤在拉的過程當中 我有站在急拉 先賺價差 賺錢入貸的動作 那我到底賣了什麼股票呢 等一下我會告訴大家 但是我認為這一波大盤 它在走複合式的底部 複合式的底部它會有個現象 我給大家看一下 複合式的底部就是沒有量能 沒有量能急掌 來急掌你要先站在賣方 等於說拉上去你要先站在賣方 但是急跌你要站在買方的佈局 等於說急掌急跌你要懂得反向操作 所以這也就是現階段呢 尤其目前大盤在反覆震盪 逐大底的過程當中 你要有的操作思路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的一件事情 短線急掌我會先做價差 賺錢入貸 但是只要看到大盤大跌 我一定大買 就如同上個禮拜三 大盤早盤急跌的千點 我就站在逢低進場佈局的一方 那大家都知道我買誰 我買護國神山台積電 八字頭的甜甜價位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是 當你看到了急跌千點 你千千萬萬不要把你的股票 又砍在地板上面 因為1.0是懂得反市場操作 也懂得在急掌的過程當中 把最好賺的利潤放在口袋當中的人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我們從60分鐘級別的角度來看 這一波的台積電 為什麼相較於鴻海 為什麼相較於廣達還更強 其實這個是台積電的60分K 其實我們可以發現到 台積電的60分K 試圖在50KD50附近 來去做金差向上 那現階段就差一個量 但是你要去想 這一次的一個台幣 昨天今天都是再扁的 再扁它代表什麼 再扁代表說台積電 應該會形成外資賣超的對象 但是今天台積電收紅 所以很顯然的 台積電禮拜四的除息 它會帶領指數來去做反轉 但是你可以發現到 這一波的2317的鴻海 從60分K的角度來看 老實說它越接近 來注意一下 導狀反轉的缺口附近 你一定不能夠去做殺低的動作 因為KD指標在20附近 已經形成了超跌的訊號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持有紅海的人 你先不要去做殺低 甚至我認為這一波的廣達 老實說 如果真的跌破了前低 它出現了KD的底背離的訊號 它反而會出現跌升反彈 但是它有沒有指紋 它還沒有指紋 我在禮拜五的一個 東升的盤中連線 我就說得非常清楚 所以如果你想要掌握到 F4的實戰操作 我說如果你只有一套資金 我會叫你買台積電 但是如果你不想亂槍打鳥 你必須要好好的 用線股的方式來去做操作的話 你如何去掌握到 F4的實戰操作節奏 如何去掌握到 第一個你要知道 什麼是短線指紋的訊號 第二個是什麼位置點 你可以進去買 如果你還搞不清楚的好朋友們 這份馬賽克的資料 記得留在你的一個 姓名跟電話在Light當中 直接問來1.0 除了這樣子之外 你可以發現到的是 其實如果我們從台積電 8月份的營收表現 月減年整的態勢 但是EPS 從明年的EPS 50塊錢以上 本一筆是低於20倍的過程度 當中 我認為八字頭的台積電 它是浮現著價值投資的機會 但是記得它不會V型反轉 你必須要用線股 不要用融資 所以這一波的台積電 為什麼比紅海 比廣達 比聯發科強勢非常多 這個也叫做 相信看見大賺 漲停就是你的 然而你一定要知道的是 很多人都在問 今年到底有沒有行情 我認為9月10月 台積正在打底震盪 打一個複合式的量縮震盪整理 所以既然是在打複合式的量縮整理 第四季就是操作的重點 那第四季 普遍來看的話 上漲的機率是高達了9成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 以台積電的EPS的表現來看的話 本週就是台積的關鍵日 所以從台積電的歷年來的 一個除息的行情來看的話 之前都是配3.5 再之前是配2塊錢 那以它每季的一個除息的表現來看的話 都是當日的秒填息 那當日秒填息的話 它也會帶動的指數 形成了一個持續攻堅向上的態勢 所以F4的操作策略 該如何事先掌握 來 記得 加入一點的Lite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來問最懂F4操作的1.0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 為什麼一定要跟在1.0的身邊 第一個 1.0會幫大家選擇到好的股票 第二個 1.0可以從生活裡面 幫大家挖掘產業的深度 那還記不記得 當我穿著Adidas運動衣 當我腳踩的Adidas運動鞋的時候 我就想Adidas跟誰有關 跟台廠當中的Lite EKY 它的密切度最高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卡位Lite EKY的同時 我也發現到的是 從籌碼的角度來看 千張大戶的持股 甚至前十大股東的持股 都高達了八成以上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 帶領我們家人 佈局在200多塊錢的Lite EKY 結果這一罐的Lite EKY 從200多塊錢來到了300多 但是一漲標題它不會直漲不回 所以在這一波台股在 急跌4700的同時 當Lite EKY又來到了季線的下方 又來到了300塊錢以下的同時 我又帶領我們的新進家人 在300塊錢以下來去切入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Lite EKY 這一波的漲勢 是不是如同1.0講的 從200多來到300多 再從300多來到了400多 但是我也說了 400多以上的Lite EKY 不要亂追 因為我已經把我的加碼單 順勢的獲利賣出 把最好賺的利潤放在口袋當中 至於Lite EKY 好的買點在哪裡可以佈局 記得跟上1.0盤中指令的動作 所以我才會說 其實這一波的長滑 我們從母一子為貴的題材當中 幫大家掌握到拉回來的買點 但是長滑就算再好 籌碼面有人站在賣方 尤其是大戶主力 如果站在賣方的同時 注意一下 我們在今天急拉的過程裡面 我們先做一個價差 我們把最好賺的長滑利潤 先放在口袋當中 這個就是1.0現階段 一檔賺完再賺一檔的一個操作夾機 這個也叫做相信看見大賺漲停就是你的 所以我才會說中秋團圓 所以我要給大家限時好禮1加3 很多人都在問什麼是1加3 也就是說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停你三個月的時間 而中秋限時好禮1加3 今天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的翻倍股 趕緊打電話進來 因為今天剛好大盤是拉回來的 拉回來的過程當中 才能夠大疊大買小疊小買 跟上1.09月份佈局 第四季大賺的賺錢商機 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的翻倍股 等你打電話進來囉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其實我昨天無意間看到我自己的臉書 有另外一個假的1.0交友 交一個交友什麼訊息給我 我想說天啊 臉書真的不能再用了 因為我覺得臉書根本就是詐騙集團的溫床 那我再說了 我現在根本不敢用臉書IG 那如果你看到臉書IG1.0私訊給你 然後邀你入群 然後免費報你股票 那個100%都是假的 那如果你要確認是不是1.0身份 你可以打電話到我們公司來 022510777 022510777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了 這一波的TPK 在泛紅海集團的加持之下 今天也震盪拉回來 但是我如果以它的位階來看的話 它叫做右下角的低基期 所以你只要跟在1.0的身邊 掌握住好的買點 這樣子的集團加持 蘋果的商機 以及古代禁止筆小於一的TPK 認為壓回來哪裡是你的機會 你必須要跟上接下來1.0盤中的指令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為什麼要跟在1.0的身邊 來去做提前卡位 因為1.0是有買有賣的人 就像這一波的永光 很多人都知道 永光我們在第一時間 帶著我們家人來去做進場布局 但是當時候的永光才在20塊出頭 我們從財報的角度 從EPS的一個布局的角度來告訴大家 我們也第一時間來去做掌握 結果永光我們布局之後 亮燈亮燈再亮燈 當然在急漲的過程當中 尤其這種股本比較小的個股 波動比較大 手腳不快的你 你就不能夠隨便亂追 所以你跟上1.0盤中的指令 你是不是能夠把永光最好賺的利潤 放在口袋當中 所以這個也叫做一檔賺完再賺一檔 不是嗎 所以我才跟大家講 中秋的團圓限時好理的1加3 尤其這一次聽清楚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停你三個月的時間 那當然中秋好理1加3 今天前10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的翻倍股 股票都幫大家準備好囉 因為跟在1.0的身邊 大跌大買9月份布局 第四季就能夠大賺錢喔 那除了這樣子之外呢 很多人都在問喔 盤錢搶先爆是什麼東西 盤錢搶先爆 也就是在開盤之前1.0會告訴你 行情該怎麼走 今天喔 行情不如一點的預期 因為今天算是開高走低 開高走低下跌是要取量的 但是量還是沒有特別放大 所以我才會告訴大家 在這一波擊殺的過程 我絕對是站在買方 因為我剛剛有講喔台幣連兩天的貶值 連兩天的貶值它代表是FED 它接下來聽好 接下來升1碼的概率是很高的 很多人都在講2碼 我認為是1碼 因為從台幣的貶值就可以知道 接下來FED降1碼的概率是很高的 不要去聽一些空頭的言論 所以我認為這一波的19662不會跌破 反市場急跌大跌就是要站在大買的一方 但是在急漲的過程當中 什麼股票你可以來去做留意 這一份口袋的名單 記得加入1.0的Lite8 我會分享給你喔 小老鼠OK1788當中 那當然從大盤的日K線來看的話 今天的OTC它形成了一個跌破前低的走勢 所以今天的LTC是下跌代量 所以也代表著內資作帳在急漲的過程當中 它會先把最好賺利潤放在口袋裡面 就如同這一波的F4該如何來去做操作 甚至9月份每股的操作雖然震盪拉回 但是第四季普遍來講都是比較好的 選前震盪但是選後形成的上漲概率 以及第四季的台股上漲的機率高達了9成 所以我才會說如果你想要掌握到F4的操作策略 記得加入1.0的Lite8 那當然我也特別說了 在急漲的過程你可以先做價差賺錢入彈 就如同這一波的橋幅 我特別告訴大家 急漲你可以先站在賣方 今天的橋幅是形成的拉回來 甚至高峰在創新高的過程當中 我也提醒你可以先站在賣方 今天的高峰是形成的大跌 所以我要告訴大家 短線指紋的關鍵又該如何來去做看淡 跟上1.0盤中的指令 這一波的儀利店 短線正關鍵過大 可以把先賺的利潤放在口袋當中 而8月份的出口時史上最佳 而車用相關的個股特別去留意到帶領 特別去留意到東洋 甚至這一波的胡連 拉回來支撐有手的低階佈局的機會 甚至這一波的康權電訊 我認為下跌前低有手之際 就要找去波段低階的一個標準 那這一波的一個原向 在營收比較好的過程當中 今天也是形成緩步攻堅向上 而且九豪多方缺口不回補 還會震盪向上 所以要跟在1.0的身邊 就像這一波1.0幫大家掌握到的來意 掌握到的聯軍起掌 而且一檔賺完一檔的一個標的 所以我才會說中秋團圓限時好禮1加3 什麼是1加3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你三個月的時間 中秋限時好禮1加3 今天前10名打電話 親愛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的黑馬骨 趕緊打電話進來1.0帶著你 9月份大跌大買 10月份以及第四季形成了一個大賺的行情 前10名打電話進來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的翻倍股 趕緊打電話進來1.0等你 一起進來操作囉 更多的操作設備建議 廣告回來繼續請教玉玲老師 來到股市1.0再把時間交給玉玲 親愛好朋友們 在大牌的縮量的過程當中 特別去留意一下有表現的個股 例如這一波的竹身形成的創高 而金站跟智茂誰來去做接棒 來特別去留意一下 這一波的個股誰是可以當作口袋名單 這一份馬賽克的資料如何open 如何取得我會放在Lighter的首頁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當中 而這一波的竹身科技 在這一波的一個低時間掌握之外 今天的竹身科技又形成了換手之後的載工 那特別去留意到金站 因為金站在月K線級別的角度 打出了一個圓弧大底 所以在多方缺口不補的過程當中 可以震盪低階 甚至這一波的一個 赤帽在月線的關卡有手之際 就可以來做偏多的一個佈局 那當然跟上一點的身邊 你可以發現到第一時間 幫大家準備到的來EKY 形成了創高 那聯軍也形成了CPO領頭羊的效益 我們也把最好賺利潤放在口袋當中 中修團圓限時好理的1加3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你三個月的時間 那當然中修好理限時1加3 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贏堂的翻倍股 尤其是9月份跟著我大捷大買 第四季跟上一點名 贏家不覺得機會 前10名打電話進來的好朋友們 跟上一點名 前10名好朋友的機會喔 感謝兩位來賓的分析 提醒觀眾朋友本購算 所推介分析的個別有價 正確有沒有不當的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的資料請供參考 投資應該要獨立判斷 人生評估並且是自負投資風險 祝您操作順利我們再會 中秋檔原限時好理1加3 9月假期抓準時機 即雅光藍役聯軍一步犯虎 我們再創家機 只要一個月的費用 再挺你三個月的時間 挑戰元兔最狂 陪你賺到封關 立即加入一點的Lite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或來電大端專線 02251 0777 02251 0777 中秋限時優惠 前十年來電的好朋友們 再享有一檔隱藏販背股喔 跟我們一起去 我們下一個月的景色 我們下一個月的工作 糟糕